8月1号日本人气AV女优龙泽罗拉现身北京为其主演的电影《流氓来了》宣传造势 为尽量配合中国网友只在晚上才见到龙泽罗拉的习惯 发布会特别选在了夜幕降临时举行 但龙泽罗拉当晚选择的服装却只是简单的无袖连衣裙 不禁让人倍感失望 服装虽然没有太大心意 但龙泽罗拉却自曝在拍摄电影《流氓来了》之后 还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流氓的性骚扰 电影《流氓来了》中龙泽罗拉饰演一位白天看似平淡无奇 晚上却在校园中变身为魔鬼的高中教师 跟其搭档演出的便是经常大尺度演戏的秦汉雷 秦汉雷坦言能跟龙泽罗拉这样的女神级人物拍戏感觉很舒服 当其被主持人问到如果现实中是龙泽罗拉的男朋友 希望对龙泽罗拉做什么时 秦汉雷丝毫不掩饰他内心的欲望 听到同居演员秦汉雷赤罗罗的表达 龙泽罗拉则表示并不在意 说起来秦汉雷能如此毫不避讳的表达 也归咎于龙泽罗拉之前就在日本已经拍摄过爱情动作片了 可令中国网友没想到的是 龙泽罗拉的作品播出两个月后便突然隐退AV界 令粉丝们相当错愕 原来其隐退之后是要进军娱乐圈的 不过龙泽罗拉并非首位进军中国娱乐圈的AV女優 苍景空在中国的极高关注度 早已成了龙泽罗拉学习的榜样 眼看前辈苍景空在中国良好的发展势头 龙泽罗拉透露并不在意观众拿两位做比较 还相当谦虚地称没想过要超越苍景空 虽然没想过要超越苍景空 但龙泽罗拉却十分在意中国观众对她的看法 说起来龙泽罗拉的爱情动作片曾占据了宅男们的硬盘 但最终沦落到回收站里 只因其作品的拍摄角度着实惨不忍睹 由于作品多用于仰拍角度 导致原本美貌如花的龙泽罗拉 被网友冠引了大鼻孔妹子的标签 发布会当天 当记者带着众人们的疑惑 试图询问龙泽罗拉原因时 却遭到了其随从人员的阻拦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